我們看第十二題 他說這是圓溪 求過圓溪外的一點 與圓溪相切的直線 就是說這裡有個圓 圓外有一點 P-1-2 那現在要求什麼 求過這一點 跟圓相切的 這兩條切線方不是 通常有兩條 圓外的話一定有兩條 那這兩條的話我們怎麼找 我們就假設 這個切線斜律是M 那這圓溪我知道 這圓溪是同一 3-2 這半徑我小朋友知道 2-2 這是2-2的平方 這一點到達直線的距離2-2 我把這條直線寫下來 Y-2 等於協力 乘以X 減掉-1就加1 那把它寫成MX 減掉Y 一過來是多少 加M加2 等於0 M加2 沒錯 那麼這一點到達這一點距離2-2 2-2 等於多少呢 更號M平方 加上乎1平方 分之多少 分之我把3-2這一點帶進來 這3M 3-2 加2-2 加M加2 取決類值 這是4M 所以上面是4M 那可以約掉 約2 2 那還可以再約2 更號 更號2M 更號2M取決類值 這也是1M 那一過來 平方以後變成M平方 加1 等於多少 這平方是哪一樣 2M平方 也就是說M平方 等於1 所以M 是正負1 也就帶回去 也就是說這兩個切線 Y-2 等於正負1 X加1 3M 就是這兩個切線 就是這兩個切線 2M 選手 感谢观看